黄海青,30岁,安徽敬仙人,次考大专文凭,现在上海从事服装生意,对中国历史知识兴趣浓厚,那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黄海青与学者颜崇年之间发生争执的呢? 10月5号,得知颜崇年在无锡举行签售活动,黄海青决定和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专业毕业的小王一同前往现场去看看。 因为我以为就是,你买个书,你签名的时候,你才有机会跟他讲话,没想到他之前也有一些,就是让旁边一些读者来提问,但是当时他又在贩卖他的那些反动的驾驶官。 当时为什么要动手打颜崇年呢? 当时我是比较气愤的,因为他不是一次两次了,他是长期在中央电视台,像一个国家最大的电视台,长期的在贩卖他的这种反动人,反人类的一种。 毒害国人。 在黄海青看来,颜崇年的许多言论是在美化清军入关,残杀无辜的暴行,这些有失公允的言辞,一次次地激起了他内心的不满。 而且他一直在称颂一些像奴阿哈赤啊,黄大吉这些人,但是闭口不提,辽东三百万汉人,三百万中国人被屠杀的种族主义暴行,他闭口不谈。 有没有考虑过你们之间的观点相称可以从其他的途径来解决? 他说要跟他辩论的人要具备三个条件,第一,亲史专业,第二,在亲史方面必须有著作,第三,必须参加过亲史国际学术研讨会的。 你一想想看,他这三句话说出来,你觉得他是一个希望和你交流的人吗? 黄海清告诉记者,严重年先生如此苛刻的条件,彻底地阻断了这位知名学者和民间草根的交流的机会。 即便是如此,他也曾经尝试着和严重年进行各自观点的争辩,但是他的努力最终还是失败了。 去年五月份,就是他来上海在普通图书馆,他有一个讲座嘛,那我当时有去,当时也跟他也有提过这个问题。 就对于我的问题,他并没有给予正面的解答,而且就是他往旁的东西上扯,他就是把你的话题,他带带他,他就带走了。 当然,他最后,他还撂了一句话,就是说,你要是想辩论,对吧,你留下来,我和你辩论三小时,那我就在那边等他,等到最后,他也没有来。 有一种观点认为,你们之间的冲突是因为精英话语权和草根话语权之间的不平等造成的,您个人认同这样的观点吗? 打他的根本原因不是这个,就是因为他的反动言论。 你觉得打了他,能改变他的思想? 当然是改变不了,我对他不抱任何希望。 但是不管双方的观点如何的分歧,黄海清对一位74岁的老者动粗的行为,都不能够被大家认同。 尽管黄海清表示,并不后悔自己当初的鲁莽的行为,但是他还是为此付出了拘留15天,罚款1000元的代价。 但是,此事引起的社会的反响,远远超出了事件本身。 过激行为引出真假语录之争。 主要的还是因为,严重年对历史的一些歪曲。 搅起争论高潮,双方沟通渠道何在? 敬请收看本期七分之一,严重年掌握风波。 公元17世纪四十年代,在世界上,中国和英国两个伟大的国度里头。 画面上口乐悬河的主讲人是青史研究学者,严重年。 2008年10月5号,在无锡新华书店签名授书的严重年,突然遭到了一名年轻人的袭击,被当众扇了一记耳光。 这起掌握事件,再次引起了人们对严重年的关注。 网络上广为流传的一份所谓严重年语录,成为许多网友指责他美化清朝历史的证据,甚至有极端网友直指严重年为汉奸。 那么,真的为何会演化为掌握事件? 74岁的严重年,又如何看待这些不同的声音,甚至顾激的行为呢? 2008年10月11号下午2点半,北京地坛书市的宁家大讲坛活动现场,里三层外三层挤满了人。 会场四周还布满了头戴钢盔的保安。 人们正在等待的是因在电视上讲经史而走工的学者,严重年。 我借这个平台,向全国,向全世界,关注,爱护,支持我的广大的读者,听众和观众。 这是严重年签名授书,遭遇突袭后的首次公开亮相,因此活动现场戒备森严。 六天前的10月5号下午1点半,严重年在无锡新华书店图书中心给读者签名授书,一名读者突然当众打了他一记耳光。 这个活动是在哪里举办的?签手活动摆在哪里的? 活动就放在那边。 就放在那边吗? 对。 当时打了之后,这个严先生情绪激动吗? 对的,那个他本身就那个大江峰峰了。 他请我给他签名,我正在签,名字已经签完了,正在签时间和地点的时候,他就打打出手。 在那一刹那,您当时反应过来吗? 我当时突然心情沉重一下,他身后排队的读者,立即把他抱住了。 接着呢,书店呢,就保安吧,接着呢,书店保安,大家一起就把他制住了。 听说,不久,派出所的警察就来了,把他拘留了。 动手打人的,名叫黄海青,今年29岁。 事发后,他被拘留15天,罚款1000元。 现在仍被关押在看守所里。 10月14号下午,他的弟弟黄海伟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主要的还是因为盐崇年的对历史的一些歪曲,不符实实,造成的。 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并不是一天两天,或者说你一个笔物,一个口误造成的。 最早注意到盐崇年的观点大概是在什么时候? 可能是三年前吧,因为具体实际上我可能太清楚了。 好像就是百家讲坛吧。 黄海伟告诉记者,各个黄海青打人的确有错,但如此冲动也是事处有因。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会让一个年轻人失去理智,伤害一位74岁的老人呢? 这事情发生之后,你有去医院检查过吗?身体各方面? 事后检查过,而且医院有证实证明。 我原来血压80到120,高压到130,这时候检查是低压105,高压185。 说明我情绪上还是受了伤害。 盐崇年,74岁,北京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北京满学学会会长,青史研究专家。 2004年5月,盐崇年在央视石头的百家讲坛两项,一炮而红,受到观众热烈追捧。 近年来出版多本著作,其中代表作《正说清朝十二帝》已经印刷了29次。 2008年10月11号,盐崇年在北京的家里,接收了七分之一记者的专访。 您上了这个百家讲坛之后啊,一下子是红了,这对您个人的生活的话,带来什么影响和变化吗? 不能像原来那样完全行径的复在案子上做研究,就做研究来说呢,就有一定的在时间上的影响。 在电视上一夜成名,改变了盐崇年大半生清淡的学者生活。 曾经用砖头为自己搭造书架的他,从社科院家属楼搬进了北京三环内宽敞明亮的新居。 这样他自豪的是拥有了40个巨大的疏出。 与此同时,他的每次亮相也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和先前作为一个学者来看呢,有什么差别吗? 有很大差别。 我很多的言论和行动呢,知识为广大的观众和读者所关注。 所以我更加严格要求自己低调做人。 我们那个时代有一句话,叫夹着尾巴做人,我尽量夹着尾巴做人。 有时候呢,还容易引起一些不必要的一些分野吧。 而这次的掌锅事件,已经从非裔演化为过激行为。 那么,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据了解,打人者黄海青是安徽人,出于对汉族传统文化的热爱。 两年前,他和弟弟开始在上海经营汉服生意。 哥俩和同样热衷于历史文化知识的网友经常聚会。 对于网络上流传的《严重年语录》中的观点,纷纷不平。 《严重年语录》是一些网友自称从严重年的书籍、言论、采访中收集的。 语录涉及到清朝的替发义服政策、文字语、闭关锁国等内容,论点让人沉默皆舍。 完全是念造,侧头侧尾的念造。 他说满清入关,什么替发义服这个,是民主融合,不能上纲上线,这是不能接受的。 我说,替发义服等是清除的六大帝政。 而网上语录说什么呢? 说严重年认为是替发义服是促进了中华文化,是促进了文化融合,完全是念造的。 说吴三贵要重新课问评价吴三贵,至少它减少了人民的伤亡,这个也是绝对不能接受的。 我绝无此业。 如果有人这么说,你提出来,我在哪一本书上,第几页讲的,网上编造了严重年认语录,有一条,说我说文字欲有利社会的安定。 不是这么说,我们康熙大帝里都说了,专门有一节啊,文字之欲。 二法一是二页,我说什么呢?我说清朝的文字欲,消磨了汉族的民族自尊精神,全职思想,宪制舆论,日后恶国,值得深思。 为了证明语录缺习伪造,严重年向记者提供了一份网上语录,与自己著作理论术相对照的资料。 对网上热传的15条主要语录,进行了破解。 经过笔照记者发现,所谓的严重年语录,确实与书中内容存在很大差异。 我们这里有一份材料,是网上整理的严重年的语录,和他自己在书中对这些争议观点的一个论述。 但是你这个,我不知道你这个是他的那个书里面的吗? 是,确切的。 就已经写了什么呢了,不行的话我们可以把书带。 我觉得这个东西它肯定是存在歪曲的。 那现在我拿不出来,但是网上有相关的已经收集了很多,可能不仅仅是这个文字语方面的,但是有很多东西。 但是我现在因为我手上的。 10月15号,黄海伟给记者传来严重年言论出处的资料,但是,对于网络上饱受争议的语录内容,并没有提供出书籍和影像上的一手资料。 那么,如果所谓的严重年语录确实是断章取义,突袭事件的深层原因又到底是什么呢? 五十五十载,一夜间成为大众明星。 我认为我整个讲的一点细说成为。 网络热议,不同声音如何交流。 民间的意见是民间的看法。 学术全文是学术观点,两个人不足够的。 七分之一稍后继续,严重年,掌锅风波。 1934年4月,严重年出生在山东蓬莱一个渔民家庭。 1949年,父亲到北京打工,15岁的他也跟随父亲到北京读书。 通过努力,严重年后来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 大学期间,由先秦史转为清史研究。 北京呢,是清朝的首都所在地。 北京有二百万件满文大碍,有一千万件清代大碍。 它是一个丰富的宝库。 我考虑了一个月,我就下定决心研究清史。 从开始学历史到现在,我算了一下,52年,没有动摇过。 严重年当过教师,下过农场。 1980年,他被调进北京社科院,成为一名清史研究员。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他牵头在北京社科院,成立了满学研究所并担任所长。 但他真正为人所瞩目,还是在二十多年后的2004年。 究竟是什么足以促成,天命大喊努尔哈士,开创满清王朝。 从一个边赛,没有上过学,失松子儿,采蘑菇,这么一个青年,后来能够黄义称镇,这个谜底是什么? 这年五月,在中国人民大学的多功能厅里,严重年首次登上当时名不见经传的百家讲坛, 主讲清朝十二第一案第一讲,努尔哈士。 当时,百家讲坛出于创办初期,录制场地,还是靠大学免资提供。 我们这第一次去电视上讲,感觉和平时的讲课,做研究有什么不同吗? 我觉得是有根本性的不同。 我们平常讲课,比如在大学讲课,你得用学术的研究的成果,赢得学生的喜欢和尊敬。 而在电视台不是这样子,你要按照大学那么讲,在电视台一讲,肯定大家都把这个气话了。 他们跟我商量就希望讲清代历史的故事,有趣的故事,让大家听一下喜欢。 除了希望您讲故事之外,还有些别的什么期待吗? 主要是期待首饰旅。 在这种情况下,您自己对自己上电视去讲一个自我要求和一个期望是什么呢? 就是亚苏共商。 同行专家,他们可以接受。 广大的观众也可以接受,在这里面找一个平衡点。 有一个说法,叫做够不够三千六,就大体上三千多个公里。 后来逐渐减少,光细的时候,人就比较少了,一千九百多人。 这个当中会有一些细说的成分在里面吗? 我认为我整个讲的一点细说成分没有。 把历史当故事讲,故事啊,它有两种解释。 本来的意思,故事是过去的事情。 还有这个意思,故事就编的故事。 我这个故事就过去的事,还是历史。 百家讲坛捧红了不少学术明星,风格各不相同。 而接受了五十多年正统历史学训练的严重年,一直强调自己是正说历史,没有细说成分。 2006年9月,严重年被再次请回百家讲坛,开奖《冥王清兴六十年》,正是这一主题开始引起诸多争议。 有观众和网友指出,它是故意贬低明朝,美化清朝。 清朝春起的时候呢,它必然积极的因素多,衰亡是必然消极因素,跟一个小孩一样啊。 他在成长的时候,精力旺盛啊,没有病啊。 他八岁以后,那个疾病缠身啊。 我是在这样一个平台上讨论明光和清兴,目的不是为了赞扬清朝贬至明朝。 一般您是通过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和喜欢您的读者啊,观众啊,交流的呢? 我是喜欢面对面。 面对面。 哎,面对面它有什么问题,我解释,它不同意,还可以再提出来或讨论。 除了这种面对面的交流方式之外,别的还有些什么? 熟悉,熟悉。 对,这里面都是姓啊。 哦,这仅仅是其中一步。 嗯,嗯,嗯,它包括它信封,它留着,将来需要回的话,都有地址,一封一封的。 那这个当中有没有跟您探讨交流问题的呢? 有,是凡是指出我书里头有错误的,单一类。 嗯,这一类呢,我都要记信,对他们表示感谢,而且寄书给他们。 那您平时有上网的习惯吗? 我不上网,而且我也从来没开过博客。 我主要是做研究工作,主要是在寒窗里面读大量的文献和原始的档案,没有时间去上网关心那些事情。 很少上网的严重年在掌锅事件之后,才了解到在网络上热传着自己所谓的语录,以及由此带来的大量反对的声音。 在讲座交流的现场,严重年也开始遭遇不同的意见证。 杨老师,你知道杨卓士也不知道? 我笑了笑,我说有些历史也当然知道了,你知道杀人了没有? 我说我知道,以后在战争情况下杀人了,杀多少人知道了? 我说不知道,我告诉你,我说好啊,请你告诉我,再质疑你了。 八十万,我说这个数字我看到过,杀多少人这个数字呢, 没有考证清楚。 据黄海伟回忆,在无锡事件之前,在上海交流活动上, 后来动手打人的黄海青也曾经向严重年提出过质疑的问题, 但是没有得到满意的回答。 这次黄海青又从上海专程赶到无锡, 就是为了和严重年能有个面对面交流的机会。 记者把黄海青的问题带给了严重年。 为什么慈禧说保大清不保中国? 这个话,我提一个问题,出在青石路,第几卷,第几页。 你觉得这些问题,它可能完全是杜撰出来的吗? 我不说它杜撰,光绪石路和光绪朝, 其极度和光绪朝东华路,第几卷,第几页,第几页,什么版本? 指出来,完了再讨论。 那我们看到有评论家就指出啊, 说应该让更多的民间意见能够和权威对话。 你怎么看这个观点? 民间的意见是民间的看法。 学术权威是学术观点,两个人不是一个平台。 这你看完全没有对话的必要和可能性。 不是学术对话,是解答疑解惑。 尽管坚持学术对话需要一个平台, 但是在10月11号上午的采访结束后, 下午参加地毯舒适活动的严重年, 在现场还是把原定的讲座临时改成了读者交流会, 与读者展开面对面的沟通。 面对广大热衷于历史和文化的观众和读者, 这也是掌国事件后严重年的一种姿态。 年后是在明年。